同志们 我先把话放这儿 今年剩下的股市行情 它就不可能会是一场单边下行的熊市 这条视频你放心保存 可以随时回来验证 我知道今天的A国又来了一根不小的阴线 彻底把市场情绪给带进了谷底 不玩了 走人了 说啥 也要离场了 像这种自暴自弃的心态 现在已经占据了绝对主流 不幸的话 数据为证 过去五个星期 全国新发行的激进规模 那是一路稳步下降 从单周22个亿到现在 一周都卖不出5个亿 而且不光是基金卖不动 甚至连基金经理最近都在集体离职跳槽 现在的情况惨不惨 那我确实只能说真的惨 但是问题大不大 我也必须得说实话 问题根本不大 因为哪怕基金市场暂时熄火 但是东方不料西方料 咱们的股票市场传来一个及时的重磅利好 3月份新增投资者数量 创下2015年7月以来 单月最高记录一个月就增加了247万新股民 这个数量甚至比去年7月 今年的1月这下市场狂热的时候都还要更高 这说明啥啊? 说明啊 在我们老市纠结细节 担心下周市涨市跌 明天市红市率的时候 反而忘了一个宏观的视野 那就是金融投资 股市投资 最近几年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 把财富放进金融市场里 已经变得越来越主流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势所趋 相比之下 激进的发情冷热 它更像是一个短期的情绪参考 甚至你都可以把它当作反向指标 而投资者人数市场资金总量 这才是咱们金融市场的核心 才是一切力量的根源 现在的同志可能不知道 就往前倒退个几年 当时啊 A股每天的成交量 都是长期保持在几百亿的水平 同志们 就七八年前 嗯个还年轻的时候 当时啊 整个市场 一天的交易量 总共就三四百亿左右 股市啊 运行一个月 还不如现在一天的量 但你看现在 七八年过去了 如今的A股市场 每天最差也有几千亿打底 甚至啊 在去年七月 咱们还创下了全球股市 历史最高的单日成交记录 这个记录怎么来的 这个成交量怎么上去的 还不是一个又一个新股民 一群又一群的新鲜力量 把它映射成给抬上去的 你看看你的身边 越来越多的人入市 越来越多的资金入市 有这个局势在 有这个群众基础在 你告诉我 这股市它有什么理由 走出熊市 它如何敢有熊市 很多新手啊 现在沉迷于猜测 明天如何 下周又会如何 但我想反问一句 意义何在 沉迷于高难度的心理战 麦头盯着细节 反而会让自己错过 远方的浪潮 正所以沉迷短期一场空 心丑长作 无用功 趋势未便放轻松 看淡牛熊在心中 好了 我是昕哥 赶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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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